猪肉那么贵 我才不买呢 你整天来我这儿就捡点烂菜叶子 你老板每个月给这么多伙食费 也不买两块肉 家里小孩不要长身体的 我说孩子们怎么吃那么差 原来钱都进王嫂口袋里了 等我回来再找你卷帐 先去接孩子们放学 不然晚了 瑶瑶 浩然 我来接你们放学了 你怎么才来 妹妹 妹妹她不见了 我找遍学校也没见着 听说最近好多小孩都被人贩子拐了 妹妹她 别瞎说 你们再去外面找找 这人鬼鬼祟祟的 跑得真快 这人瑶瑶最爱和他们一起玩 这 这是瑶瑶的鞋子 最近学校附近 有很多小孩走丢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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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瑶瑶 瑶瑶 你等着 我们马上就救你上来 哼 啊 这个堂碗好像可以当绳索式 嗯 长度还差点 我们再找找 树干 应该结实吧 这把伞仙拿来试试 这破蛇 这就收拾了你 浩然 你的包派上用场了 这草勉强能用上 小心点 瑶瑶 别说 瑶瑶针吧 再坚持一下 突然下了好大的暴雨啊 你和我们飞青飞孤荡 没必要冒着暴雨在这里 接下来我来就行了 有了 这样就够得着了 瑶瑶快抓紧 太好了瑶瑶 我们快回家吧 赶紧擦干 不然多会感冒了 我回来了 要 这不是王大娘吗 烂菜叶子捡完了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需要我把今天菜市场听到的再复述一遍吗 你别胡说八道 你个假猩猩的后妈 装好人装到我头上来了 那我倒希望你也能装好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那些女人一样 都是为了大海的钱 你不要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 你懂什么 我是这个家的大娘 只有我对他们才是真心的 呸 假猩猩 对他们好 就让他们吃烂菜叶子 当着孩子们的面 你在乱说什么 那你敢不敢把菜篮子倒出来看看 一个月就给我这么点伙食费 你不知道现在的菜有多贵 不好 王嫂 猪肉一块钱一斤 我一个月给你二十块 你就给孩子们吃这些 我 以后买菜的事 就让我 星辰 星辰你怎么了